好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就是讲一下啊如何去做一个C法10的一个比还不错的分数 就我们之前的在FashionM List都是比较简单数据集 C法10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数据集 而且是在学术界啊大量的被大家使用啊 在现实生活中C法10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是我觉得C法10确实是一个很经典的数据集 大家经常用它来跑一点数据 而且我们这个计时本其实是能达到C法10的最好的效果 大概是98%还是99%的样子 OK 另外一个当然这个数据集是 它应该是在 它可能是在另外一个Tiny Image 一个更大的数据集里面给塞出来的 给了里面的10个类别 这里面有个Caggle的link 当然Caggle上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数据集 Caggle上面这一个啊就是你的测试集特别大 所以你下下来的时候它有将近700兆啊 你下下来的时候测试集的减压特别难解 它是一个TZ的压得比较狠 它你看它测试集 它是其实是应该是在测试集里面放了很多 没有那么无关的图片 然后使得它做特别大 这样是给大家反作必用的 然后它训练集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就有100兆的样子 所以大家说我们今天给的不会在 整个完整的C法室上去做训练 因为这个东西 Chain次大概要十来分钟的样子 我们用的它一个子机啊 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特别是想那个东西可能最难的是 你把它下下来解压啊 解压要解个一个小时 呵呵就是它用的比较狠的7z的压缩 ok 那么我们 好我们就是说啊 我们先回去我们的几只本啊 其实我们会啊导入一些我们要的东西啊 我们这个东西是啊 share的utile 就是python的一个用来导弹文件挺方便的东西 啊我们pandas也会进来 然后我们用的还是啊 TorchVision啊 这次比赛大家用的啊 其实不是那么的啊 我去看大家写的 其实没有怎么用TorchVision TorchVision相对来说我觉得是一个 嗯 经典的但是更新不那么频繁的一个股啊 现在外面其实有很多更好的啊 啊更新个人维护的 而且更新更快的一些股啊 大家可以使用 但是可能在 对于很大部分程度来讲啊 TorchVision也不错 OK 首先啊我们有提到我们没有这个是一个demo啊 就是没有用啊真正的C法式 因为它下下来解决它确实挺慢的啊 所以我们是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数据集 它其实就是说啊每一个类把前面一千个训练图片拿过来 然后呢测试的话就是每一类里面挑了五个 然后做了一个很小的数据集 我们上传在一个地方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那不可下载也很快 大概就是几分钟的样子啊 如果大家啊是下真的数据的话你怎么办呢 你就是把demo这里改成一个force 就是改成一个啊不要跑demo模式 然后把你的数据啊放在 你你的这个上一层的data那个文件夹下 放在这个C法杠10的下面 就是把你的啊开过那个数据集下下来 然后解压到这个文件夹里就行了 就是说这个是如果你要跑完整数据集可以这么用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里面呢 啊它的label啊它label放在一个放在这个地方啊 放在一个trendlabels.csv里面 然后你把它就这个函数据很简单就是把它读进来啊 我们就直接把它啊啊最简单read the lines啊 就都都没有pandas 我们直接一行一行读进来要split就行了 这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label它就是一些啊 你这个图片它就是啊1.png2.png这么下去了 然后它就是一个你这个文件名它不要没有带下的嘴啊 然后就是说你这个类是什么样子 基本看到什么青蛙啊卡车啊路啊啊什么船啊就是人造物体和猫猫狗狗放在一起也是一个挺奇怪的数据集啊 好接下来就是说干嘛呢就接下来就是说啊因为我们这里是用的一个啊 啊PyTorch一个比较简单的读文件的方法就是说在PyTorch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loader就是说假设你的图片啊存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呢你的每一类的那个类别号创造出一个文件夹 假设你就是说你有十个类的话那么你就在那个某一个文件夹下面创建十个子文件夹 然后每一个类对应的那些图片呢你就把它塞到那个子文件夹下面 这是一个啊最简单的一个图片分类的一个数据集的格式啊所以我们这里用的是他最简单的这个格式可以直接load来跑啊 当然实际情况下你可以不用不一定要这么做啊实际情况下你可以写个Customize的啊DataIterator或者你去找一找啊别的一些支持的Iterator 也行就是说直接读但我们这里就是啊给大家还是说尝试用的最简单的最常用的那个读文件的方式 所以这些函数在干嘛呢再函数就是把你的图片搬过去然后把它的啊 子文件夹创建好然后把图片copy到下面啊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啊C法10的格式就是说给你一个Train的Data Train的文件夹下面所有的Train的图片啊Test下面有所有的Test的图片 然后你的Label就是在那个CSV文件里面所以这里就是说白了就是啊把你重新整理一下 所以这个看上去很长啊其实其实挺简单的 比如说啊就是啊我们会创建几个文件夹啊我们就不那么去给大家去过一遍具体怎么实现的其实就是啊copy来copy去了 它的结果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啊我会把所有的文件呢会它的根目录叫做Train啊 下滑线Valid下滑线Test 然后呢会里面下面会有几个文件夹啊 一个是一个叫Train的文件夹就包含了啊训练的数据 然后Valid呢就是一个验证级的数据啊这两个其实都是从测从训练数据来的就是我都是有标号的 然后Train啊加Valid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啊 Sifa10的那一个原始的Train文件因为我们要调餐嘛调餐我们这里没有做五折交叉验证 因为做起来比较贵 所以我们就直接做了一折一折就说我就把整个整个Train data就是其实就是TrainValid 分成一个Train的文件夹一个Valid的文件夹 OK啊信下的就是一个啊测试的文件夹了就是基本上就是啊 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在Train上面Train一个模型在Valid看一下结果来调参数啊选定参数之后最后再完整的那个训练的啊数据机面啊训练一遍 所以这个就是要干的方法啊测试机是一样的我们就把我们的测试图片搬到这个啊 TrainValid的Test下面一个Test的文字文件夹下面啊就是因为他不需要Label嘛就Label我们就放在一个文件夹就叫做unknown啊unknown下面就是我Label不知道所以就啊不在意 OK所以当然是说啊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把你的啊 文件夹整理一下啊Batch Size呢如果是Demo的话因为我们Demo就比较小了就用的是32而且32的话好处是说你的GPU memory不够的话应该也是跑钱没问题的啊一般呢说你可能啊C法使用个128哎呀或者256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比Mnist稍微啊复杂一点所以用大一点是没关系的 然后Valid Ratio就是说你在TrainData里面啊我90%啊用来训练我的模型剩下的10%用来做验证来选操参数 OK所以这个函数运行完之后就是把你啊创建一堆文件夹啊把数据把MH copy过去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傻的一个办法啊因为假设你真的有100G或者一个T的图片的话那我们在这里就是把你copy了两次 那就是你就可能就200G空间没了或者两个T空间没了而且做起来很慢所以啊在实际中啊通常我们是在啊图片放在哪里就是放在哪里 然后只是说我写一个Customers的DataIterator来做这个事情啊OK但是反过来讲啊如果你的图片不大的话 确实你用啊这种形式做出来不管是哪个框架通常都会支持这样子的文件格式 所以也是挺推荐的一个做法而且它简单啊你很方便数别点进去看一下每个图片里面有哪些东西啊另外一个是啊做augmentation 我们之前有讲过augmentation就是说啊啊我们在Fashion List上做了一些然后我们有讲过那些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用的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看到是说我们把那个图片啊它本来是32乘32 然后把它放大一点就放大到40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图片太小了而且他已经采采的比较好了 然后你再啊我放大到40的话那我就给我一点啊倒腾的空间可以去里面再采到采出一个32乘32的一个小图片出来 OK当然你可以说我不我不resize我不放大就是采出一个更小的比较28乘28的出来 然后再做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这里用的是啊先放大一点然后再啊随机采小 然后scale呢就是说啊你可以看到是64%就是说最小的才的那个区域 需要cover的我的图片的至少是64%的就是说你可以认为是啊啊长高宽至少都是有80%留在里面啊但最大是整个图啊 啊ratio呢这里就是说我们啊因为C发石这个图片相对说它放黄真正的已经比较好了所以我们就啊ratio就没有调了 但是啊水水平的flip啊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变颜色相对说啊它颜色都还挺正常的 然后都to tensor之后然后normalize对RGB的三个channel normalize 当然你这里不能normalize可能也问题不大啊OK所以测试的话呢就是啊什么都不用做了 因为就是说啊反正是32乘32进去啊所以我们就直接to tensor然后normalize一样的normalize出来就行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图片增广源做的事情 好接下来就读图片了啊图片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个啊train的dataset 啊trainvaliddataset啊然后我们有一个validdataset的一个test的dataset啊 之所以要分开写是因为啊traindataset和trainvaliddataset它的transform augmentation是用的我们train的augmentation 就真的要做随机的那些啊变换的然后做valid和做test它都不需要就是用的这个transform的不一样 所以这是分开写的原因啊所以可以看到是说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啊 啊touchvision里面的imagefolder这一个格式就是说给一个啊的主的文件夹然后丢进去就行了 然后你只要你的label是按照文件夹的形式排好它就给你自动读出来 OK就属于啊尽量在用鼠标操作啊就尽量是操作系统操作啊这样子我就盯住一个API用就行了就别的 啊我也不用管你的dataset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啊读的方式了 好然后当然是说我们就是啊定我们的dataloader了啊 dataloader就是给定我们的batch size啊如果是train和trainvalid就是 这两个都是圈模型的用的所以我们的shuffer是要开shuffer开随机的shuffer 因为我们是要随机的sgd下降啊drop last就是说如果你最后一个batch 它的pn大小不满足我要的需求就是说假设最后我扫一遍之后 扫到后面还余了一截啊比如说我现在是batch size32 然后之后发现只剩16了或者只剩7了8了 然后我这里操作就把它丢掉 但一般来说啊我觉得你就给了丢掉就丢掉也没事啊 一般来说反正你是随机的嘛所以啊其实啊问题不大 反正你这一次丢了那几个那一次丢了别人 但是你的如果你是test呢你不能丢 test的drop last一定是false因为你test你需要对每个图片给你预测一下 所以就算不买也没关系啊我们这里valid和trand都丢了 其实反过来讲我觉得你丢不丢都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啊 在很早以前就是在框架做的不那么好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batch会有点performance的问题 但现在其实大家在做都不错了 因为啊为什么会有问题是说最后一次丢进去的时候 你那个p量大小跟前面不一样啊 可能它的性能可能会就是说是一个7啊 batch size等于7啊它性能会出一点点问题啊 但实际上现在来说其实我觉得你丢不丢都没什么太多关系啊 当然我们另外一个丢的好处是说我们至少在trand上面的时候永远知道 我这个p量的batch size永远是等于一个固定数 我们在很多计算精度啊什么东西都说手写的时候会方便一点 这也是它的另外一个好处了 好模型啊模型我们就是直接在用的是我们啊之前有订过的resnet18 然后它那个函数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它有它两个输入 一个是说你最后一层的有多少类 我们这也是10啊因为CIFAR是CIFAR CIFAR的名字啊CIFAR是一个加拿大的那个研究机构 然后呢10就是表示它是10类 所以叫CIFAR10啊所以可能CIFAR可能 大家可能没听说过这个研究机构啊 虽然也是挺挺不错挺厉害的 然后挺有名的做了出了很多大神啊啊 但是呢可能CIFAR10这个数据集可能更出名一点 这就是一个数据集把一个 比就是让你整个研究机构都是靠这个数据集出名 啊反过来讲MList啊 MList在神据网络啊 勒困大神在很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他啊大家都是大家都忘记这个大神了 但是MList在不管是神经网络在冬季还是在啊 现在活着的情况MList的这个简单数据集 一直都是很流行的 这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 OK所以我们这里呢 3就是说表示我的输入是三通道就是RGB三通道 因为它是彩色图片 因为之前为什么要这么写是因为我们的FashionMList或MList 它都是一个单通道的因为是黑白图片 当然是说Loss啊就是Cross Entropy Reduction in Lung就是说你不要把我加起来 不要把我上 加不加都无所谓啊 就是说加了也挺好的 OK我们的Train啊 Train跟之前没本质区别 我就不给大家特别的去过一遍了 啊可以看到是说 跟之前唯一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我的优化的时候我加了这两个材数 看一下别的都一样啊 你看给一个Net 给一个训练的Iterator 给一个我们做验证的Iterator 然后说我要扫多少变数据 然后我的学习率 我的Weight Decay 我要拿这个GPU来Chain 这两个是多的 这LRPeriod和LRDK 它就是两个啊在一定时间内很常用的一个 就学习率下降的一个方法 但现在也还常用 但现在可能你用Cosine 这种更Smooth的方法更好 但是呢这一个东西是比较简单的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首先我们并没有讲随机梯度下降它的理论啊 在突优化上面随机梯度下降啊 收敛的前提是你的学习率要不断不断的减少 我们在之前都是学习率是一个平的 为什么要减少呢 是因为在迭代越靠近你的最有解的时候 你相对来说你应该做的 应该就是说你不要乱走了 已经靠近最有解整个平面比较平了 你就不要乱走了 但如果你不把学习率降低的情况下 你因为我是随机梯度下降 所以呢每次我随机采用的一些样本 里面样本有方差 因为随机的嘛 因为它是你批度 批量越大当然是方差越小 如果批量很小的情况下 随机取它有方差 方差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噪音啊 方差可以好处是让你不容易陷到一个很 local的一个局部最小点 但是坏处是它可以帮你带偏呢 所以解决这个办法是说 你把学习率变低一点 就算方差固定的时候 我的学习率变得越来越低 每一次我乱走的趋势就会变低 所以就是说在最后收敛的时候 我不希望它真的再乱走 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 每隔多少个epoch 也就是这个东西设的 比如说每隔五个data epoch 我把学习率降低一点 就这个可以是一个decay 就是说是0.5的话 假设是0.5的话 那么每隔几个data epoch 我把学习率减半 所以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 一个基本上一个decay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这就是用用那个什么东西呢 就前面都一样啊 就是我们用的是一个sgd出来 然后这里用的是说在optim optim就是optimizer的意思 里面有个LRscheduler 就是learning ratescheduler 就是说怎么去调LR 它里面有一个叫stepLR 然后可以告诉你说啊 你把tanner还是丢给它 告诉你说每个多少个epoch 我把这个LR跟 把这个decay值揣移当前的LR OK这就是唯一的不一样 然后你就scheduler当然是 就是啊别的我们都其实差不多啊 就是然后你可以看到是 嗯我们用的是所有的device 我们之前有讲过用multi GPU啊 因为啊在sefa10这个数据机上 能用多个GPU就是多个GPU了 所以用的datapile了 我们有讲过是大概是怎么回事 所以啊这个东西都差不多啊 这东西都是我们啊为了给大家演示啊 为了给大家演示整个具体是怎么回事 给大家写的一些是 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给大家画画图看的啊 所以看上去很长这个代码啊 但实际上实际现实生活中 大家不通常不需要写那么长代码 一般是说你把这个东西都分装好 或者你就一个fit一个api 就掉就行了 但我们这里主要是要学目的 所以给大家一一的展开里面每一句话是在干嘛 当然啊跟之前不一样的是说啊 我们如果我们有在有个scheduler scheduler就是说每个epoch之后 他要step一下就要更新一下ok 然后啊因为我们已经把trainer丢给scheduler 在创建他时候 所以他其实能够访问trainer那个learning rate 所以他就会对学习率做相应的变化 ok所以别的东西都是print呀什么东西 我们就不那么就给大家一一介绍 主要是说跟之前不一样是什么样子 当然如果大家如果啊 错啊错过了前面几堂课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路向就是说 啊讲一下每个函数到底在干嘛啊 什么chain batchch13在干嘛 就是chapter13的那个chain batch函数 我们之前有讲过啊上周 ok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就直接可以trainer啊 啊啊我们device呢 当然是把所有的gpu拿出来啊 啊 number of epoch我没有的是20啊 啊 learning rate用的其实不大啊 啊2一负4 然后wait decay呢5一负4啊 也是挺小的 然后这两这两个是新参数啊 意思是说每隔四个data epoch之后 我把当前的学习率乘以0.9 就是说如果学习率是1的话 那么过了四个data epoch就要变成0.9 啊再过了四个就0.81 就指数直接往下讲 ok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开始劝了 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直接重新劝啊 因为这个东西劝起来也 不快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每秒就能够圈个450个一个赞目 然后啊 所以就不适合现场演示 但反过来讲可以看到是说C发时这个数据也不那么好圈啊 就可以看到说圈了20个epoca之后啊 你的loss还在一直往下降 你的training accuracy呢基本上可以还在往上涨 所以通常来讲啊你的一般在C发时这个数据上啊 一般你要劝到个 100个epoca的样子 可能比我们这个数页分类的数据可能劝起来更难一点 因为它的背景更复杂一点啊 图片更小 更难分辨一些啊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有个练习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告诉你给了你一组参数 基本上你用了那组参数的话还会得到一个 Accuse会一个很不错的结果了 当然是说 啊 最简单的我知道 比较C发时想做出很好的效果 最简单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你就 啊 来一个resnet50啊 比如说 直接train 选一个比较大的学习率啊 前面150轮不decay 就是用一个很大的学习率 train150一轮 然后再在后面几轮就decay几次就行了 啊 这个是我知道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 啊 啊当然现在也许有更新的方法当然是啊 啊 这个数据集反正也是为大家玩的比较多的啊 啊 ok 所以最后的话就是说啊 我们刚刚知道是说我们每一次其实用了啊 啊 我们把 C发时给的我们那个训练的数据集分成两块分成一个train 分成一个valid 百分之九十做train 百分之十做valid 所以我们能够去调参数 所以刚刚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啊就是 啊train iterator vide iterator 就是说 在给我的训练数据集上做啊调参用了 这个东西是可以知道valid accuracy啊 这个地方挺低的 因为你根本就还没收敛了 所以是说假设你参数调好之后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我要在完整的他给我的数据集上 就是我们之前的train加上valid这个上面 重新训练给模型啊 就是说这样子的话 而且我就没有valid了 因为我我的他给我的测试没有label了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完整的训练机上训练一次啊 用我们刚刚调好的参数啊 这就是调参了所谓的 然后调好之后最后是我们去预测 就是对每一个testator的 就是你y就不用管了 因为你的y都是一个假的label 把x拉进来 然后啊 直接在GPU零上 然后啊预测y的hat 然后呢就是把每一次 就把你那个值最高的那个值啊 vhat里面 max 值最高的那个index拿出来 然后啊就pytosh 你就比较傻一点点就是说你得 啊先把它转成一个intern32 然后变成多到CPU上 再转到label上面 啊然后呢就是 然后就是把啊 把这个东西打印出一个data frame 然后就存成一个submission.csv 就完事了 啊这就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提交了啊 所以这就是而且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我们是 啊只有一个训练的accusy 也没有validation 就是说那你就只能基本上根据你的训练的accusy 和你之前调的那个参数的最好的情况看一下 如果差不多没什么问题就可以提交了 啊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啊 做一个sefa10的一个样例 啊可以看到我们跟之前的什么区别啊 其实主要是两个区别对吧 啊一个区别 主要是在这个data augmentation上面 我们把它弄大一点点 然后再随机rand crop 我们之前就是啊左右 啊 flip就行了 而第二个是说我们在优化算法上面 加了一个dk在里面 learning rate dk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真的在 相对说圈比较长的epoch 然后慢慢的下降 啊然后让了让他们啊慢慢的收敛啊 这个是两个主要的啊办法啊 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做到 我们没有做fine tuning 因为这个数据集相对来说比较小 就是一个三小乘三小数据集啊 你image net是24x24出来的啊 然后啊你做fine tune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fine tune是有效果的 首先啊我们在上一次大家有问啊 就叫医疗图片fine tune啊 啊就是说就是说你试一下总是没错 有可能不会给你就很有可能 不会给你变好啊 但也通常也不会给你变差 对吧因为反正就是说你你变差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因为他只是个初始点 你就往下走就行了 所以啊假设他没对你没帮助 那就多劝几次 然后收敛到你自己要的东西 假设对你有帮助 你就是啊少劝几次学习率弄小一点